消费信心指数创下了四年来的新高 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公布了二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是73.16 比上个月要上升了7.18点 并且创了近51个月 四年多以来的新高点 六项的信心指标全面上扬 其中民众对于未来半年投资股票的时机是99.4 这是调查以来的第二高 专家认为这显示多数民众 对于未来的经济走势感到乐观 会愿意拿钱出来投资股市跟房市了